菲律宾精锐被中国海警暴揍后 美国人坐不住了 黄炎岛传来一个坏消息 我们要做好最坏打算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一个坏消息传来 地点在黄炎岛 未替菲律宾出头 美军掏出了狠祸 有一个消息传来 在仁海礁冲突过后 美菲两国举行了一场 特别的双边演习 多特别呢 按照美媒的说法 美国海军陆战队 出动了四架F-35B隐形战机 在距离欢迎岛230公里 进行了投弹演习 甚至还有信息表明 演习区域还有一架C-130运输机 充当空中指挥平台 向F-35B传达指令 这还不止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站 还报道称 当时在外网负责掩护的 还有两架F-22战斗机 至于菲律宾军队干了什么 大家不用看新闻 应该都能猜到 肯定是在一边打酱油了 很显然 在菲律宾军人被中国海警暴揍一顿 老实不少后 美国人多少有点坐不住了 未替菲律宾出头 美军掏出了不少压箱底的狠货 不知道的还以为 菲律宾在美国人眼里和以色列一样重要呢 而对于美军的超应急反应 中国也没含糊 这不前几天 我们的山东舰就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了 菲律宾的近海 直白点说 这一次山东舰的事实出现 把包括马利拉在内的整个履宋岛纳入了打击范围之内 想要表达一些什么 我们只能说要留给小马克思自己去慢慢细品了 老实说 近段时间 解放军以最强硬的姿态回应美非两国的挑衅 早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 如果说先前 面对菲律宾对中国的挑衅 我们加强在南海的执法力度 是在劝告 小马克思早日认清现实 那么现在菲律宾方面的态度 出现了些许软化后 我们当然不介意 再多放上几根能够压死骆驼的稻草 其实 在小马克思闯下大祸后 外界就一直有声音表示 菲律宾极有可能会引火伤身 被美国人打扮成 亚太地区的乌克兰 这种观点出现的可能性大吗 我认为 概率不是很大 倒不是美国人没这个心思 而是 中国不会明知是美国布下的陷阱 直接一脚踩进去 要收拾菲律宾 我们能用到方法 多的是 既然温水煮青蛙 能把中国的损失降级到最低程度 那么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了 不可忽视的是 最坏的情况 还是有概率发生的 至少从目前中美日益增加的军事摩擦次数 以及美军占不到一丝便宜的情况来看 美国人随时都有可能 苟迪跳墙 唆使代理人制造擦枪走火的事件 为此 半岛台海南海等任何一个地区 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还是客观存在的 为此 中国在稳步推进自己战略的时候 也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总之既然美国人这么想输 那么中国也不介意 让他们输得再难看一点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